先生你好 你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快筛阳性四季的一个确认 好 那我们全程都会录音 台北市长柯文哲跟着医师进行视讯诊疗 从系统使用到与病患沟通 完成线上诊疗服务 系统刚上线 他坦言仍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 这是第一天上线 其实所有系统都一样 我们都知道系统上线 一开始还是要迪拜 还有在优化 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有哪些需要改进 不过就是先求油再求好 第一天先上线 而且我知道今天早上他们跟我报告 全台湾目前大概有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跟自主管理大概是32万人 32万人一趴就好 就3200人 3200人一下子要上来做通讯诊疗 其实台北还算OK 当然说不要偏远的限制恐怕跟痛苦 因为这个叫一个80岁阿公去讯诊ID还在 我看这个就辛苦 所以一个系统是这样 每一个系统要引进都要时间去酝酿 今天第一天使用 用的人不习惯 双方都不习惯 现在中央规定又是要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自主管理 问题问题是怎么证明你 你说那个居家隔离通知书 等到你拿到你这个居家隔离的时间 早就够了 所以所以这个有很多这种通知书 或者说你自主管理 一些法律文件怎么证明 所以就让那个挂号的过程很复杂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挂一大堆人 就问他说你是居居家隔离的吗 他说不是不是又不符合中央的规定 不过这样每一个系统要上线 都很多要修正 我也知道 所以我来看他发现很多缺点 但是这个城市是在不到48小时写出来 而且要上线 还要完成教育训练 这已经很困难 所以结论是辛苦的 特别是今天是副理师姐 辛苦了 谢谢 谢谢所有要讲的 谢谢大家 其实我知道 因为我是第一线出身的 我非常清楚 这实在是 大家 但是问题是 那个洪洪大概还两倍到三倍 到现在的话 所以那个工作还更多 特别是 这个礼拜进入那个美女季节 我们那个防疫机门诊 都是户外的 那个雨备还不晓 下雨的设备还不晓 准备的好不好 所以还有一大堆问题 所以估计这个 因为这个疫情不会一个月结束 所以那个 请总院长去把那个 那个 遮余的设备先 先处理 他也感谢联合医院不眠不休 48小时将系统感知出来 同时在护理事节的当天 线上贴心礼物 为老医护人员 也希望能在接下来的48小时 建置另一个系统 让民众在看诊后能立即挂号领药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好